《寓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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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秋來得有些奇特 雖然沒有人說得出奇特在什麼地方 但是我們,特別是太后,都有些異樣的感覺 或者因為深秋後冬季即將來臨 寒冷刺激了我們的血管 才會有這種感覺 我們似乎感到要大禍臨頭了 是恐懼? 沒有人可以對這種感覺有個確切的描述 之後我回憶起來 我想我們都是走近過玉蘭樹 但是沒有人朝他望一眼 我們應該看到他發生了變化 但是沒有人看得見 朝廷有一種規矩? 於是無論大小,都要向太后報告 因為有時,極瑣碎的事 太后都會看得很嚴重 如果沒有這種傳統規矩 恐怕我們到現在 都不會知道玉蘭樹發生了什麼變故 首先是玉蘭樹 首先是玉蘭樹見到玉蘭樹 他知道應該報告 但是作為一個太監 他沒有辦法預計到這種報告 會帶來什麼的後果 他可能因為發生的事 而招來譴責 雖然錯不在他 但是事情是必須報告的 於是,這位首先發現奇蹟的太監玄丁 就走到總管大太監李蓮英那裡 今天太后的心情好嗎? 你為什麼這樣問? 他今天心情不太好 如果有什麼事要報告的話 注意不要得罪他 我不知道會不會得罪他 但是這件事一定要報告的 如果我不報告太后自己發現了 那就要掉腦袋的了 如果你激到他心情不好 你都一樣掉腦袋啊 李蓮英是個殘忍 沒有心肝的太監 他感到快樂的事 就是看著太監、宮女們受敲打而痛苦 甚至被斬頭 你要報告的是什麼事啊? 太監很害怕 但是他已經說了那麼多 不可以再收回的了 如果不是,李蓮英會敲打他的 玉蘭樹開了花了 玉蘭樹在深秋開花 這是沒可能的 所有的花很久之前就借了的了 沒錯啊 但是有一棵樹正在開花 又這麼奇怪的事 真是一宗意外事件啊 是啊,而且是個空笑來的 那是為什麼啊? 因為雖然幾個月前 玉蘭樹開滿了花 但是那時正是開花的季節 你知道嗎? 現在只在一棵樹上開了一朵花 這棵樹上原本開的花 一早已經借了 李蓮英對這件事沉思了一回 他知道玉蘭樹開花是個空笑 這次輪到他害怕向太后報告了 因為他知道太后是非常相信御少 但是李蓮英是個有外交手腕的人 我要去告訴老佛爺 你的任務完成了 回到自己的崗位上 太后正準備上祖朝 我和他在一起 李蓮英來了? 我們都看著他臉 真是一張很醜樣的臉 他臉上很少有表情 除非他見到有人被捉鞭抽打 又或者受到其他折磨的時候 他喜歡看著人家受苦 但是現在他臉上是另一種表情 這種表情是我們沒有人 在這個惡毒的太監面上見過的 太后看著他 太后臉上的表情亦發生了變化 他整天早上都是不安和出神 我想他在等待什麼事情發生 現在他從李蓮英的念識 可以知道他下意識中擔心的可怕事 就要來到了 李蓮英向太后跪下叩頭 我仔細看著李蓮英 我是知道他的 也很害怕他 他因為是太后的總顧問 而擁有極大的權勢 從他面上的假笑 可以知道他又要充當偽君子了 但是太后看不到 因為李蓮英的頭是低著的 太后老佛爺 有一些事情要報告 什麼事 這一個是大吉大利的好笑頭 今天一定會有非常好的事情要發生 什麼余少 快告訴我 太后老佛爺 玉蘭樹又開花了 我看到太后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身子一戰 我不明白是為什麼 雖然我也知道 現在不是玉蘭樹開花的季節 我平息著呼吸等待著 玉蘭花 快點說 你都還未將一切說清楚 太后老佛爺 是真的 有一朵玉蘭花 一朵花 是啊 二和院裡最老的一棵玉蘭樹 開了一朵完整的花 是一個奇蹟啊 真是一個大吉大利的玉兆啊 太后的面色變得又白又呆板 她的嘴唇在逾動 但是 很久都說不出一隻字 我彷彿感到這一瞬間 她老了很多啊 我幾乎可以見到她的手指在發抖 但是 朝廷裡沒有人明白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除了太后感到大禍要臨頭而害怕 不是 這個不是一個吉小 是一個空小 你為什麼要讓我相信不是真實的事 這一個是空小 押運臨頭啦 她轉橫地一揮手讓你連鷹走開 然後她就轉過頭來跟我說 這一個是玉兆住國家要有災禍啊 我聽到她這樣說 就有點相信她了 我不相信玉兆的 但是好像太后那麼有權威的人 是那麼堅定地相信玉兆 說不定真的會招來什麼災難呢 你記不記得幾年前的一件事啊 那時中國的上空一片紅光 很多人都在這裡議論是個什麼的魚兆 他們說那個天象是垂星 它有一條長長的明亮的尾巴 我當時就知道天空發紅是一種空蝦 我知道有什麼可怕的事情要發生 果然 那年發生了中日戰爭 戰爭的結果是 我們割釀了大片領土 這袋玉兰花也都象徵著一種空笑 她說得是這麼認真 令到你不可以不相信她 她很不耐煩 她比原先更加不安 她不可以令到自己鎮靜 她幾乎等不到穿好衣服上早潮 她揭力忍著急忙的個性 總算把衣服穿好了 快點 我們必須立刻去上早潮 一定有什麼壞事情要發生的了 說不定 軍機大臣慶親王那裡 已經有一份對中國不利的就章了 我知道這一切都是不可信的 但是正好似我敘述那樣 事情都是發生了 我們好像往常一樣去早朝 太后身後跟著一個長長的隊列 但是太后走得比平時快很多 不過無論她走得怎麼快 我都感覺到她是一位老婦人了 一朵玉兰花增添了她的年紀 我們到達朝堂的時候 太后的大臣們已經在庭院裡等候了 好像往常一樣大家立刻跪下叩頭 而且一一通報自己的姓名 慶親王等著太后的恩准要說話 但是我們都注意到 她的表情正跟李連英去到太后 住所報告玉蘭樹開花時候的表情是一樣的 太后見到那張表情 她的嘴唇傾黑間變白了 她知道了 她不理其他大臣直接對著慶親王問 什麼事啊 太后有新聞啊 乘客告訴我 我知道今早是會有壞新聞的了 日本向俄羅斯宣戰啊 這一問一答是很快的 但是問題都不是很清楚 太后真是想立刻把問題搞個水落石出啊 哪一方處於群境 那不是有一次國際戰爭 外國必須打仗啊 我不明白 他們為什麼總是不停地互相打殺啊 這次他們為什麼打起來啊 日本襲擊了呂順口 蛤 是在中國的領海打啊 是啊太后 這樣就奇怪了 他們為什麼不在日本或者俄羅斯打 我可以看出兩個國家對中國都不懷好意 太后 這次戰爭和中國無關 如果戰爭和我們無關 那為什麼女神遭到襲擊啊 慶親王對太后這個尖銳的問題 沒辦法回答 實際上她是知道 知道這次戰爭對中國不利 但是大家都習慣於控騙太后 令她歡心 太后沉思了一陣 然後她輕輕地引用一句古老的中國言語說 養兵千人 用兵一時 儘管我們平時一直慕容他們 但是國家有難的時候 他們必須隨時準備出擊 她的說話說得非常堅決 我非常理解她的意思 慶親王也知道 那些靜靜地跪在那裡聽著的大神們也明白 太后是在宣傳她的常備不懈的信條 她的意思是說 就算好像慶親王說那樣 這次戰爭是與中國無關 中國也必須準備迎接挑戰 太后繼續說 每次外國在我們的身邊發生國際戰爭的時候 中國就要傷失領土 這種事情可能又要發生了 我相信俄羅斯和日本都是在找藉口想佔領東三省 我們已經失去了很多領土 俄羅斯怎樣想我不知道 但是日本是渴望著要佔據我們更多的領土 他們可能要找些理由把中國捲進去 聽親王回答說 奴才請太后歡心 我們只要保持中立 就不會有什麼事落到我們的頭上 太后毫不猶豫地說 雖然是這樣 你必須告解當地的文武百官 不要去參與關於戰爭的議論 同時要告解他們 如果野蠻的入侵者想侵犯我們領土的時候 他們必須起來堅決保衛 我們不要說任何一句話 或者做任何一件事 來將我們自己陷入困境 但是如果麻煩真的要落到我們的頭上的話 我們必須有所準備 要注意到他講這些說話的時候 不是好像往常下聖子那樣 那麼公務化的 就算在那時日俄戰爭開始沒多久 他就預料到事態會擴大 他是非常之精明的 如果他將剛才和慶親王說的說話 正式作為一道聖子發下去 這一道聖子很快就會在世界各地公開 這樣就會得罪俄羅斯或日本 從一開始他就清楚地看到中國的處境 他知道中國是不可能得到任何國家的幫助 他怕戰爭最終都會將中國毀滅 現在太后叫慶親王和大臣們都退下 他亦都不跟我們其餘的人說一句說話 眼睛直直地看著前方 開始往他師弟的方向走 路邊深抽的花 儘管都是他喜歡的花 他都沒有心情欣賞了 他路過的時候 太家門都對他叩頭 但是他都沒有注意到 他走路步只堅定得好像個男人 令人感覺到他是在想像自己 正踩著敵人的身體過去 現在他即刻意識到 在他肩上的淡子是多麼沉重 我懷疑我們從奉天回來的時候 大家心理上都感到恐懼不安 或者就是這件事的預兆了 回到住所之後 他除了留下一兩名女士官侍奉他之外 命令其餘的人都退下 光水皇帝也都被遣開了 雖然名義上他是皇帝 但是遇到帝國有重大的事件的時候 太后是從來不會考慮他的 少皇后也都被遣走了 宮女們一概都要離開 太后靜靜地坐在這裡 眼睛斬都不斬 什麼都不望 兩隻手靜靜地放在膝蓋上 面上是沒有表情的 但是他老了 看起來比昨天或前天都老了 我心裡深深地憐憫他 但是我一句話都不敢說 在我面前一位非常老的老婦人 坐在黃色的裝飾華麗的寶座上 他的肩膀上壓住一個帝國的命運 他知道他不怕 當然不是為了自己害怕 他相信他的能力 他知道整個中國都在等候著朝廷的命令 而這個命令最終是要由他發出來的 時間過得很慢 他依然坐在這裡 我懷疑他是不是在追憶他失去的青春 他猜想到我在想什麼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臨近傍晚的時候 太后召喚我去到他那裡 而且做了他之前只做過一次的事情 就是我第一次進攻的時候 他因為知道我接受過西方教育 而對我非常好奇 他拉起我的手 放在他的手掌上撲摸著 他們真是圓 真是年輕人的手啊 一個人 多敢希望有一雙這樣的手 但是如果一個人 要掌管四億人民的大事 那他就需要一雙 由年齡和經驗鑿成的老年的手了 是的 太后老佛爺 由於肩上擔著重褲 而一下子變得那麼老 對於這樣的一個女人 我再沒有其他事情可以說了 青春 是老天爺之於人類最大的禮物 不單止年輕人要珍惜他 就算老了 都要珍惜他 過了很多年之後 我開始想 我可能了解他的說話的意思了 不過到現在我都不敢肯定 當然在那時候 他是不會希望再回到青春時代 因為帝國需要一雙有豐富經驗的手來掌陀 這個現實他了解得很清楚 或者當他肩上附著重褲 而且日後還要傳給他的後代的時候 他明白到他的青春 是永遠不會再回來的了 退潮之後 他下了一道奇怪而微不足道的命令 他命令將那支單獨開了的玉蘭花 從樹上斬下來撕碎它 找一個我們去不到的地方埋住他 這個地方 他所喜愛的人的腳 是絕對不會觸碰到 這個地方 太陽也照不到 雨水也不能讓他復活來再報復人 當知道空少已經被剷除 他又柔和地跟我說 一個人需要有一段時間 你忘掉肩上的重擔 否則他會被壓垮的 你曾經告訴我 你會背中道府的白手優美的詩 你背給我聽一下 我試圖笑一笑 但是看著太后的樣子 我真的笑不出 他由命令吹燒和吹笛的兩位樂師 來跟我伴奏 當我背中的時候 他面上的皺紋開始舒展了 面色紅潤了 眼睛也明亮了 寧靜至少在那一刻間 回到老佛爺的身上 我的背中結束了 柔和的管樂星也消失了 兩位樂師扣過頭之後就退下 夕陽照著宮殿 影子拉到很長 當影子在夜幕中消失的時候 兒和院又被籠罩在寧靜和安場之中 作詞・聽口接著 李宗盛 李宗盛 雪克 佛爺 佛爺 佛爺